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HTML的文件 它是一个静态文件 那么最常见的还有一个 那就是PRP文件 这PRP文件它是一个动态文件 是有程序的文件 里面可以添写变量 可以编程的一种文件格式 我们用的Wordpress做网站 主要用到的就是PRP的文件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style.css文件 它不一定是在这个根目录 它有可能是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还会有目录 这是样式表文件 比如说我们网页上用到的 H1标题或者H2标题 或者正文的字体用什么颜色 菜单用什么字体 是加粗还是写题等等 所有的这些样式相关的 它都存在这个css里 这个css样式表文件 有的也会很大 有可能会到1兆 那最常见的还有什么呢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还有就是图片 比如说bg.png 其实我这样写是错误的 我们在给文件命名的时候 最好都用小写 因为在Windows服务器上 可以自动识别大小写 但是Linux服务器 一般它会识别区分对待大小写 该小写就是小写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 它可能是两个文件 所以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一是不要用中文 不要用中文 第二 要注意大小写 安全起见 全用小写 哪怕是标点符号 这个讲号 跟这个中文的这个大讲号 不要用中文 用英文的讲号 或者是下话线 最好都是用英文的 这样兼容性更高一些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文件是.gs 比如说最常见的gquery.gs 这个gs文件 它也是程序文件 虽然它不参与PRP 也不参与数据库 但是它里面有大量的网站动效 需要用到的gs 而且它还有大量的gs库 这个就不展开了 涉及到编程 我也不是很懂 我们访问的网站里面 有大量的gs文件 而且每个插件里面 都有gs文件 一个主题包里面 一般有PRP文件 有CSS文件 还有一些图片文件 图片文件并不多 主要是这两种 还有一些gs 这些文件我们都会经常看到 还有一种文件 叫WOFF 就什么什么.WOFF 这是字体文件 一般都是英文的字体 我们用的国外主题 它们都会自带这种英文字体 这种字体文件也很小 继续 字幕订阅